新北市教育局与淡江大学合作行动化学馆 今天来到了金山中学国中部 以有趣的方式来体验化学实验 对资源比较匮乏的偏乡地区 透过亲手做实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升兴趣 打破国中生对化学课的刻板印象 让化学课不再是一门头痛的课程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特别与淡江大学合作 推出科油系列活动 以行动化学馆在今年巡回新北市28所国中 而今天也来到了金山中学国中部 让还没有接触到化学课程的学生 先以有趣的方式来体验化学实验 以三个实验项目化学弹力球 酸碱中和所产生的化学反应 让在场的学生都吓了一大跳 二 三 看什么再够快点 结果我们让人很吓到 然后说一 二 三 因为要冒泡泡冒出来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 很有趣的 會不會很難 還好 感覺很好玩 感覺很好玩 那這一次來做這個活動 覺得對化學有沒有多一點興趣 有一點點 其實對於國中生而言 在化學 剛開始啟蒙學習化學的時候 是讓他們引起興趣去學習 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我們的計畫就開始 全部集中在交給國中生這一塊 如何引起國中生在學習化學上面的興趣 集中在這個點上面 今天的行動化學館 帶來了三個有趣的生活化實驗 其實淡江大學的行動化學館 已經在全國各地巡回了三年的時間 跑遍了一百所學校 而今年市府特別與淡江大學合作 希望藉由行動化學車 將科學教育資源送到新北市的偏鄉學校 我們在比較偏遠的地區 我們孩子他在外界相關的學習的資源 其實是比較匱乏的 那只能靠學校這邊老師的教學為主 那如果可以有外界像我們淡江大學 他們引進不同的師資 不同的學習的模式跟不同的素材 我想對孩子的學習是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我們常常盡量在透過課堂上的機會 告訴他們現在新聞媒體上面 常常出現的各種化學相關的議題 讓他們有機會多了解一些 而不是只要一聽到化學就覺得說 這個很恐怖 這個很毒 對 因為其實化學這一些東西出了 就是也能夠製造出相當好的東西 以往在同學們印象中的化學課 密密麻麻的化學公式 讓人感到相當害怕學習 因此也希望透過區位的實驗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提升興趣 對於資源比較匱乏的偏鄉地區能夠有這樣子的活動 透過親手做實驗的方式將化學樂趣 讓學生了解打破國中生對化學課的刻板印象 記者十萬億 金三採訪不到